众所皆知,娱乐圈有不少壮明的明星,有的名声不及前缘,最终被压捆,比如歌手海明威,有的为了避免尴尬,不得不改名发展,结果一靠儿童,例如杨一威,她的原名其实叫杨威,但由于与奥运冠军杨威同名, 她跑龙套多年没有名气,不得已之下,她决定在名字中交个医,结果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大家可能不知道,杨一威出生于黑龙江一个普通家庭,父母都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,为此,她从小就受到艺术勋讨,长大后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,一开始,杨一威其实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套戏, 她的身影曾出现在各大剧组,尽管早期的她默默无名,但好在杨一威能吃苦耐劳,最终她以坚韧的毅力打动了不少导演,从而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,为此,她凭借景中景二中的莫望英一角斩露头角,不仅如此,杨一威还记二连三出演了特别的爱,为爱放手,追逃, 大陆小岛,尖刀出梢等电视剧,虽然说起作品数量不少,但真正让她一夜走红的恐怕,就是许可电影之曲《微虎山》,为此,杨一威在戏中凭借老八祥铁锁,一角色,抖抖无数网友捧腹大笑, 尤其是拉炮式那一场戏,更是成功戳中了不少观众的笑点,可谓是一炮而红,由于表现不错,杨一威紧接着还出演了喜剧电影《西游富幺》片中的《猪八戒》一角,这个角色同样也让她人气高涨,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,毕竟那由光粉面的二师兄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,除此之外,杨一威还在武神招子龙, 《奇门多角》等多部作品里,也都取得了不错的表现,如今,杨一威三十五岁,她依旧在勤勤恳恳的拍戏,对此,有不少网友表示祝福,希望杨一威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幸福,同时也期待她早遇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问世。